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柜 赞述的道好 伙计 阿里子子和白文彩 想不想过来拍照打卡 那你想要些什么 当了个灵魂给我 我给你 第十三集 在林小白还未成为黄泉路421号的业务员之前 他就已经觉得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 都是没办法解释的了 当林小白张白掃把 倒转地放在女鬼面前的时候 那个女鬼就好像被催眠师 在睡梦里召了回来的病人一样 他突然间整身一震 本来伤目无神的眼 竟然慢慢露出了一些神彩 你是谁 胡小熊 那女鬼说了自己的名字出来之后 似乎又清醒了不少 他望着周围又望着一张烫 最后望着楼上的自己家门口 咦 这里不是我家 你们是谁 我要回家 我还要 我还要回去煮饭 给我老公吃 张棠站在女鬼面前 拦住了她的去老 你老公以为你出轨 现在不想见到你 将你从家里赶了出来 你不记得了吗 啊 赶出来 赶了出来 那女鬼浑浑恶恶地 一路灵头 一路说 我不记得了 我没出轨 我没出轨 你没出轨 那为什么你老公还会怀疑你 那天在小区门口 还要动手打你 林小白就不太明白了 他还是不相信我 那天半夜打电话给我的男人 不是我情人 他 他是我一直都在资在的大学生 在我家乡那里 那 我是大山里面出来的 我知道大山里面的小朋友 很不容易的 我每年都会打钱给那些小朋友 今年 今年那个小朋友考上了大学 他很开心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有时候遇到问题 都会发短信问我 我老公 我老公就是那天接到电话 就开始跟我吵 还说他在银行查了我的流水 他都说我在外面养男人 既然是这样 那你资助那个男孩那时候 为什么不单声给你老公听 唉 我老公 什么都好 就是呢 太看钱份上了 我不敢跟他说的 我每次呢 都是偷偷摸摸给的 我 我今天在小居门口 还跟他吵过交 我还打算马上回家 就跟他说清楚的了 怎么不知 怎么不知 他就说了我出来了 林小白听完 吐了一下 原来这个女鬼的记忆 还停留了在前日 估计是他还未来得及 说出实情 他那个老兽成怒的老公 就落了毒手 啊 我呢 我有学校写给我的感谢信的 都还有当地教育局 寄过给我的感期的 还有 还有 还有那些学生 早前写过给我的信 我回去呢 就给我老公看 我 我真的没有做些 对不住他的事的 那女鬼说完就想回上楼 只不过 他才上了两级楼梯 身影突然间就不见了 诶 张汤 他人呢 林小白一侧 转砖头 问张汤 估计又被个男人抢救回 林小白轻轻 弹了一口气 他望着张汤 那个面无表情的样子 似乎 一点感觉都没有 看什么看呀 有这个时间看我 倒不如跟我上楼吧 上楼 又上去做什么呀 将真相告诉男人 让他自己求女人原谅 女人被他折磨得这么样样 还会原谅他呀 那你就不懂事啦 一看你个年轻就单身狗啦 爱情这件事 本身就是两个字 变态 旁观者永远理解不了的啦 张汤 拍了一下林小白的肩膀 他们两个 再次去敲了 那个男人的家里门 张汤 和林小白 将个女鬼说的东西 传述给男人听 男人听完之后 果然在家里 找到感谢信 感期 和静书 还有就是 那些资作的小朋友 和个女人 这么多年来的通讯 当个男人 望着面前这堆东西的时候 有些不治所臊 最后 哭了出来 他恶高头 望着张汤和林小白 我是爱他的 就是因为太爱他 我是爱他的 爱他 爱他你还对人这么残忍 个男人 冲了入房 趴在个女人身上 哭了起床 他一路哭 一路在那里 哭 我错了 老婆 我错了 林小白想走过去 张汤就拦住了他 在门口等下 等那个男人 忏悔一会儿 看看情况怎么样 林小白还没开口 认张汤 房间里 男人的哭声 突然停了 糟 张汤立刻冲进房 而林小白跟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那男人跪在床边 欲得不动 他左手拿着了把刀 插入自己的心装 我错了 老婆 我来陪你 两个人手拖着手 向着林小白 走了过来 而张汤看到这个情况 就拦了林小白一下 发什么牛豆啊 过去签档启啦 啊啊啊 对哦 四张鸡 鸳鸯即就 欲相飞 可怜 未能 到白头 张汤将他们两只鬼 带了回地府 而林小白 报了警 敬业的警察 当晚就上了来 将这间屋 缝了起身 当警察打开 那个压力煲的时候 见到 那一煲板筋 和一只 还未难透的手指 在场的警察 全部都吐了出来 之后 林小白都跟了去警局 做了一晚的不录 协助调查 神醒了他 嗯 哪个啊 我啊 张汤 你个臭小子 昨天不是答应我来上班的吗 人呢 为什么还未到 林小白不知道 这个小子 为什么会有 自己的电话号码 甚至想 反正他不在 所以 离手 就吸了 他的电话 你都够僵 敢吸我机 忽然间 张汤把声 在林小白的房间 响了起身 林小白 打了个突 一天 立刻在床上 跳起身 左望 右望 呃 呃 呃 哥哥哥 喂 你在哪里啊 看看电话 他打低头 看着手机 自己刚才明明吸了电话 而电话现在 没有吸到不但 反而 还打通了视频电话 哼 厉不厉害啊 这个是 乔布斯研发的iPhone 9 鬼猜版啊 什么啊 乔布斯先过去几年啊 这么快连iPhone 9 都有啦 别这么多废话 立刻过来 还睡 几点啦 八点啦 咦 八点的啦 我回到来那时候 还是上午的咯 林小白 恶膏头一望 果然 外面 添到黑晒了 不过 爸爸妈妈 好像没有煮饭啊 想下又是的 吃了这么多重口味的东西 现在看怕 什么都吃不下的啦 是那么好啦 你那间网吧 在哪里的 我这个地方不容易找 没什么吊字性建筑 我来接你啦 哦 那好吧 林小白 有点兴奋 他甚至想 畢竟都是个鬼猜 至少 都可以开部保马过来吧 第一次坐豪车 心里面 还有小小激动 他穿好衣服 和爸爸妈妈 打了声招呼 就落了小区门口等啦 上来啦 嵺嵺嵺嵺在这儿做什么呀 上堂坐在车里 对着林小白 喊了一声 林小白 吞了一口口水 看着他那一部 散烧的 解放牌 弹车 这一部 看怕不是他抗日的时候 在日本人里 抢回来的 收藏品是不是呀 上来呀 唉 林小白应命地 坐在车后面的厕道 张汤呀 是不是鬼猜 都像你一样那么穷呀 都不是的 是我黑仔一点 做生意 整天都失败 唉 冥王又沽寒 不捨得发你们的钱 林小白在车后面 拿了一部手机出来 打开了一个楼栏器 在里面 说入张汤两个子 张汤 杜灵人 受汉母帝弃中 冠拜御史大夫 权势远在丞相之上 述予圆顶 二年十一月 嗯 这个 不是就是张汤 昨晚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他入地坞的时间 难怪林小白觉得 这个人的名字 这么熟面 原来是汉母帝时期的 猴历 象堂 被人冒陷至死 而明明 维告权宗 但是史书上面 就记载着 他死的时候 家里面 连三百两 都不够 难怪 从他做人的那一世起 就不是 那么吃得赚钱了 而当林小白 去到网巴门口的时候 就更加 靠顺利一点 今天要打仰了 我是阿尼紫紫 我们黄泉路 二百四十一号 还招着伙计呀 明天记得 过来面试啦 欢迎来到灵魂典当谱 掌柜 赞兽的道好 伙计 巴黎子子 和白文彩 想不想过来 拍照打卡呀 那 你想要些什么 当了个灵魂给我 我给你呀 第十四集 林小白和张汤 一起站在他那间 还在装修着的 网巴门口 开店做生意 选址和装修 非常重要 所以 离开网巴的话 起码隔离 要有间学校 或者 最少要有个小区 是米 而林小白 望着张汤的这个门面 左边是买水管的 而右边是买厕所的 更加拿命的是 马路对面 竟然是个差馆 哥记呀 我看你间铺面 都是刚刚装修 连设备都没买齐 其实现在后悔 都还来得及的 要是你不要开网吧 索性和他们一起 就马桶好过了 我选过的了 这个地方风水好 你看看 向前行500米 就是一座由东向西的大桥 这条街的店铺 全部都是营水位 发财的好位置 封建迷信害死人的歌记 毛主席都说过 一切不接地气的理论 都是发不批 你呀 要将那边的知识 和人间的实际情况 混在一起用 这样才可以走到 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如果不是 就算你看风水 比苏师傅和玲玲师傅都没用了 不然又窮到窿 嗯 你这么说 好像有些道理 是啊 那就一于不要开网巴了 那我快去睡觉了 拜拜 林小白说完 转身就想走 结果都还没走够两步 像汤就伸手过来 一夜拦犯着他 哎呀 哥记呀 你又做什么呀 既然自己开网巴 又要自己找位 又要搞装修 麻烧烦 那你去帮我 找一家要转让的网巴 我要地理位置好 要赚到钱的 哎呀 你自己去就行了 我没有时间嘛 再说 刚才听你说的 你都应该是做生意的料的 我看过你的资料 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嘛 那就交给你了 我给你一个礼拜 如果找不到 找不到 那我就要打个报告了 报告一下 这个黄泉路421号 业务员林小白 吃人肉这件事 不要不要 好了好了 我去 我去得了吗 于是 张汤就成为了 脱手大掌柜 而林小白这个网管 就在上班之前 还要自己想办法 去盘个网巴回来 和张汤分开了之后 林小白就向着他们市中学的方向 走了过去 现在的学校都轻抗建 在老城区搬到新城区的时候 将那些围墙一起 那一家围墙大掌柜 那一家围墙的原先学校几倍的新校区就出来了 而这些新校区往往都是在教区 教通又不发达 但是就是有人要消费 所以 跟着周边的吃喝玩乐 全部都会慢慢大起 形成了一条街 而那些学生就喜欢叫这条街做 堕落街 他们市中心隔离都是这样的 只不过原先那里是个村庄 后来那些村民察觉到商机 就慢慢地把自己的家 改装成各种的商户 有小卖部 有餐厅 还有KTV啊 网巴啊 发廊 仍有尽有 城管工商都过来整顿了好几次 不过倒是没用 慢慢就没人理了 林小白心想 如果可以在这块地上 找了个地方给张汤开网巴的话 那不就发到猪头感 一会哄到老板高高兴兴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胜贡之意的 林小白越想就越激动 林小白知道 始终来市区是有点远 不过 他没有想到这么远 他坐着七十七路公交车 坐了两个多钟 最后在终点站下车 下车的时候他一看 都已经八点多了 他梨梨梨梨梨梨就开始寻找 十点之前回去的话 他还可以坐到抹班车 他下车之后远着条路走了两步 就见到堕落村了 可能现在还是晚自杂的时间 还没下火 他走在街上都见不到几个人 只是那些店铺老板 很无聊地坐在里面 一会就倒下头玩手机 一会就在看电视 还时不时看路过的林小白 走下走下 林小白就走到全身都是汗 他顺手就在旁边的报纸摊 埋着报纸当线盘 这个时候 那天突然间打了个雷 林小白躲高的头望下那天 似乎想下雨 他要快点手了 如果不是一会下大雨的话 他就只可以在忙吧里通笑了 村口撒马特里发 北韩仔商赛馆 老懒牛肉面 嗯? 难道网吧 还要后面一点? 林小白一路想就一路走 越走越快 而这条村的路全部都是泥淡 他要好小心地看路 才不会踩到泥水里 他就这样蹲下头一路走 走下走下 后面的灯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林小白躲高的头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走到没有炉灯的地方了 再向前走 估计就会去到那些村民的家 而这么晚的话 大家应该都睡觉 咦? 不是咯 林小白伸长条颈望了下 见到前面 隐隐约约的有个牌 在闪下闪下 五颜六色的跑马灯 中间写着网吧 两个字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黑网吧 是吗? 开得这么神秘 也有的 林小白走了去个牌 面前 撞了过去 只见个门口 和其他大多数的黑网吧 一样 上面 盖着了一层 好厚的脸 而入面 隐隐约约 有点光 和声 好厚 就知被我找到了 林小白刚刚打算进去 突然间 旁边有个人 跟他说话 年轻 说话的是一把老妇人的声 非常非常之低沉 林小白突醉一下 顺着把声望过去 只是见到一个 黑蒙蒙的伤 看不到人 他还在疑惑着的时候 突然间 腰被人拔了一下 林小白嚇到叫了出来 瞪地头一望 一个四十凌五十岁 和他母亲 差不多年纪的老妇人 挽着腰在他面前 虽然 他的腰是鸵背的 不过 他依然很努力地 扭高头 忙着林小白 你见不见到我个儿子 你个儿子 林小白一突 醒发起刚才 好像是见到几个小朋友 走的 呃 阿姨呀 刚才我 是见到几个小孩 走了去那边 你一天去那里找找找 说到几个小孩 走入黑网巴打机都有的 乃伊 你个儿子生什么样的 我进去帮你捉他出来 你 你知道他在哪 你知道他在哪 老夫人听到林小白说的话之后 非常之激动 而林小白就很疑惑地 看着那间网巴 你不是说 你个儿子在网巴里面吗 今天要打仰了 我是阿尼姿姿 我们黄泉路241号 还在招伙伙计 明天记得过来面试了 欢迎来到 灵魂典当谱 掌柜赞兽的道好 伙计 阿里子子 和白文彩 想不想 过来影响打卡 那 你想要些什么 当了个灵魂给我 我给你 第十五集 这位妇人大妈的精神状态 好像不是很对老 他自己刚才说过的 好像转头就不记得了 而他唯一记得的 就是 捉拾了林小白的衣服 不放 是 在网巴里 在网巴里 那天快要下雨了 你帮我 帮我拿一双干净的鞋给他 我刚好 做了一双新鞋给他 大妈说完 总算是放开了林小白的衣服 之后 他就伸手 向自己的脚下摸过去 林小白才发现 在他旁边 还放了一个红色的胶袋 阿姨 要是你连袋一起给我 林小白见他弯低身 好像很辛苦 他就想着走过去帮帮他 谁不知 林小白刚刚走过去 那个大妈就立刻我高过头 挖住他 别动 我弄给我的儿子一双鞋 你抢什么 林小白吓得突出一下 转过头 大妈就在袋里 拿了一双鞋出来 给林小白 是 你帮我拿给我的儿子 拿给我的儿子呀 林小白吓意识地 看了一眼那双鞋 直下就吓得扔都扔不切 之后 那双鞋就跌了落地下 大妈给他的那双鞋 是一双 自造的鞋呀 而那双鞋上面 还用很不均匀的颜料 搽上了大红色 你赔回鞋给我 赔回鞋给我 那大妈一直扔着林小白的衣服 一直叫他赔回鞋给他 而林小白就觉得他在捧持自己 突然之间 那个大妈两只眼一突 盯着了林小白的身后 而他的眼神越来越害怕 他立刻送去林小白 全身跑到后面的巷 他把声还一路跑一路传回鞋 我个儿子呢 有没有人见到我个儿子呀 大妈就跑走了 而留下在这里的林小白 半天都不敢轮转自己的头 最怕他轮转 不知道会见到什么得人害怕的东西 他在这里十五十六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醒起了些东西 他在肚子里运转的力量 不管三七二十一 突然间将屁股向后一吉 然后一下子很响亮的声 就在黑暗中响了起身 那个女孩大概二十岁左右 头发去到肩膀那么长 那个样子散得有点爽 而且还没有化妆 素颜的样望下去 简直茅尾如花 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 一条浅蓝色的牛仔短裤 还穿着一对粉红色的Nike球鞋 而那一瞬间 林小白觉得自己也见重情了 但那一瞬间的女孩就一只手掩住嘴 一只手掩住鼻 推了很多步 她的样子很嫌弱地看着林小白 嗯,好臭啊 我可能吃了一些不是那么干净的肉 腸胃搞到腸胃有点差 林小白好尴尬地走过去道歉 妹妹呀,误会 一场误会而已 而那女孩就很嫌弃地 不停用一只手在前面 不停地进入 哎,头晕啊 头晕? 哦,是不是天气比较危局啊? 转过头 那女孩就在墙边 呜了起身了 喂,不是吧 真的臭成这样啊? 林小白陪她在一个巷口稍微通风一点的地方坐了一阵 那女孩休息之后 一路翻她白眼,一路说 你,你这个人这样啊 我还站在你后面啊,你就放屁 哎,意外,纯索意外 林小白直转移话题 我看你不多次是学生啊 怎么突然会在我身后呢? 你,不会是吓死了吗? 我吓死了? 说笑吗? 午夜空灵啊 我厕所都没去看完她了 痴马更 咳咳 那都还有看惊星尖少的 你这么过瘾的? 我叫张爱啊 你叫我小爱就行了 我刚刚好来这边送东西给我弟弟 接着我同事就说有个好急的文件要我传给他 我就找到这间网吧准备发过去 然后我就见到你站在那个巷口 和大妈聊天啊 我还见到那个大妈要送一双纸鞋给你 我还以为你是鬼啊 教了半天我都不敢叫你 猜不到你 哦,我,我不是,我是林小白,是啊 林小白扶了一下自己的帽子 立刻站起身 呃,时间都不早了 我也要去网吧 要不我们一起进去啊 啊 而小爱都说了一下头 跟着他一起站起身 他们两个一起向网吧走过去 走近了之后 网吧里面的声音也都越来越大了 跳蓝啊,搞什么臭啊 这个时候打大龙 下路啊,下路啊 退塔啦 监声Q啊,Q咧 诸如此类的说话也不停在里面传了出来 林小白掀开了那个门链 跟小爱一起走进去 刚刚走进去就觉得好像进了火炉似的 亡霸里面烟霧尼曼 有两三台风扇在屋顶上转转 又一刹那,林小白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不能休息 他顺手放下了门链 而在他放下的一瞬间 突然间觉得自己的手好像被人潑了墨水似的 黑了一大片 诶 他突醉了一下 不过望多了一眼那块骯髒的门链之后 亦都没有太遗意了 转头就望了去网吧里面 网吧比他想象中还要大 面对着门口的方向 一排接着一排的电脑整整齐齐地排了下去 数下去差不多有三十排那么多 而每一排都好像有十五台机 但是他看过去只有几个人坐在那里 上座率不算高 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人 不知道是否因为那些学生还在上满字集 我们这有一些设计 几个人都没有想象中 这个人都没有想象中 那些人都没有想象中 他都没有想象中 他都没有想象象中 他都没有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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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過林小白手上的身份證,亡了一眼 我們這裏上網不用身份證,給錢就行了 哦 林小白答了一聲,就把錢遞給他 果然是間黑網吧 上網也不用看你身份證 他收了錢之後,就拿了個保仔出來 在上面寫了他們倆的上網時間 三個小時啊,那時間我叫你 213和214 網館摸高頭的時候 林小白看到他被頭髮遮住的那邊面 好像有一條很長的尚痕 林小白拿那張小紙望了一眼 喂,網館,前面不是還有那麼多空機位嗎 為什麼只給我213和214號 而網館依然是摸著頭,無理到他 就這樣吧,反正都沒有什麼人 坐哪裡都一樣 小愛笑著這樣說完之後 就拉著林小白向他們的位子走過去了 今天要打仰了 我是阿尼梓梓梓 我們黃泉路241號還在招伙伙伙 哎呀,明天記得過來面試了喔 también他們 Ding 我 Hehialo 阿尼梓梓梓梓ch